第一次来香港是1993年初 当时我接受美国一家跨公司财务部的培训 在香港待了三个月 当时我对香港人不是很理解 但香港人文明友善 特别是新闻出版资讯之丰富 以及人们的言论自由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1997年将要来临 我在摩托拉的一些管理层的同事 正在考虑移民离开香港 因为当时香港回归之前 大家对香港的前途不是特别有信心 后来在2013年 就是20年以后了 我们博讯在香港开始尝试出版杂志 还有政治类的书籍 这时候香港出版自由还是比较自由的吧 但是一年以后 2014年 我们那个发行商 就说有北京的压力 在六四当年六四前夕通知我们就不能再给我们发行了 在之后我们又找一些比较老牌的发行渠道 这些老牌发行渠道 就告诉我们他们不再接受新的实证类杂志的发行 这在以前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 以前他都是看你杂志的这种发行量 如果有市场他们就会给你发行 另外我们也发现 财经类的杂志还是他们还是可以发行的 当时有一本据我所知有一本亚洲财经 就在我们之后就找到了发行渠道 但是当亚洲财经发了一篇关于李鹏家族腐败的报道之后 这个杂志就收到警告了 发行商说你们如果再有这类的文章 那对不起我们就没办法给你们发行了 后来大家都看到了 在2015年发生铜锣湾书店员工被绑架 就我的了解呢 北京的行动是多方位的 包括印刷厂 他们也纷纷就是开始转行吧 当时以前以这个主要是印刷实证报刊杂志 这些印刷厂就不再出版政治类的书籍了 在2016年的时候 博迅本来要计划出版一本中国变局的书 结果我们找了三家印刷厂 以前我们合作过的印刷厂 他们一看书名 就纷纷表示 对不起我们不能再印这种书了 有一家就明确说 他们实证类的就完全不再印刷了 过去三年吧 香港街头那个书包摊 从几千家减少到了三百家 就是仅存的几百家呢 很多也已经不再卖原来大陆实证类的报刊 杂志啊 还有书籍 最近我还听说香港老牌的一个杂志 前哨大家都知道 他们最近也是受到很多打压 上个月有两名员工据说 因为北京施压 他们就要辞职了 有人警告前哨 说前哨可能就是铜锣湾书店第二 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这种打压也不仅限于在香港 我17年前在美国创办博讯网 这个初衷当时是希望推进中国新闻自由 进而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 但是我们在这么多年 在大陆的作者记者 一直受到这种威胁 甚至被逮捕也有被判刑的 那我们在美国其实也没有 就是完全平安 也不是那么完全平静的 这么多年我们博信网网站 受到这个不计其数的这种网络攻击 甚至中共国安呢 通过商人对我在美国 在查我的住处 进行甚至跟踪威胁 在不民主的国家 人民追求新闻自由 因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可以引领民主法治 在已经民主的社会 新闻自由又是民主法治的保障 这20年香港最大的变化 应该是新闻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正在逐渐消退 香港如果失去了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更多的灾难会来临 香港的民众 甚至官员 警察 应该 有基本的认识和良知 利用现在还仅存的 自由和法治 为了自己的子孙 勇敢的抗争 坚守 你不能明明明 人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